第二是小卡 下个礼拜一 范围很少了 其实我们这一张 第271 Advances in G-C 就G-C它的发展比较新的一个趋势 这边有两个标题 所以它只有两面而已 内容不是很多 目的是同学自己看一看 看一下 我们小卡或者是作业 基本上同学如果准备一下 希望你的成绩上有帮助 所以你需要去看 不需要费公司 那边有个公司两个公司 不要管那个公司 不要费公司 但你要了解公司讲什么 那最重要的是 这两个标题 那个标题这个选择很重要 标题指的是我这个内容 要介绍什么 最后才取这样一个标题 所以这两个标题 你现在内容 要能够了解它讲什么 还有这个图的意思 所以它里面一共只有两张组 三张组 那到底这三张组讲什么 需要知道一下 所以这个目的基本上就是希望同学能够自己看一下 然后对这个新的一个发展趋势呢 大概有个了解 这样一个目的 因为很多同学不看书的 所以听说只有说 看看这个 你的PowerPoint 投影片 上面是写什么 只看那个而已 这样不够 一定要看课本 同学没问题 这会需要看一下 然后 礼拜一有没有想法 那回到我们刚才讲的这个 Cyro Stational Base 这个原则 就是它这个标题在这边 我们新版的课本 它就没有这个 一个图例 旧版 这个旧版 新版的话 它的叙述完全一样 叙述部分完全一样 只是没有举这样一个例子而已 所以这个地方同学要知道一下 那 通常这一类的 只有 悬光性不一样 Steroethymal本身 DL 这个分离呢 在药厂上面 就是制药厂 非常重要 因为我刚刚讲过了 那蛮多东西它有悬光性 就一个物的话 立体一个物的话 那通常是一种是有效 另外一种是没效还没关系 它是有害的 有毒的 那在制药上 这个就很严重 所以它要保证说它出来的药品 是单一缝 而且是百分之百是单一缝 那另外一个缝的 完全没有 那你必须要能够分开 必须要有一个分离的技术 能把这两种分开 然后你证明说 的确看不到 那这个对分析来讲是个挑战 那不过现在这个方法都被开发出来了 那最常用 一般的原则就是这样 我刚刚讲过的原则 分离的是 这个sphere estimate 有这个sphere 这个center的话 或者是caric center的话 这样一个化合物 混合物 那你就要选 你的镜像本身呢 也具有caric center 那这个是很常用的一个方式 好 我们这一章呢 就讲到这边 就讲到这个地方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介绍 下一章了 那下一章的话 是HPLC high performance liquid chromatography 那high performance 我们翻译成高效能 夜象晨晰 法 简单HPLC 那高效能 相对于传统的 我们叫LC 那么是不一样的 讲严格来讲 那今天的话也没有分 因为今天 一般讲的LC的话 只得讲是仪器的话 LC的仪器的话呢 都是HPLC的话 那传统的 这个LC的话 是玻璃管 就像 我们在开始 讲的程序方法的时候 介绍了 所有的那位植物学家 它分离叶绿素 叶黄素 叶子里面的摄素 它用的基本上也就是LC 一个分离管柱 里面填充了 碳酸纳 然后有模糊废齿 把你的这个叶子 它的这个 磨碎 倒进去 所以它这个LC的话呢 它用的方法 基本上就是一个LC 但是它用的是 传统那种的 玻璃管柱的 玻璃管柱 然后呢 比较粗 一公分到 粗的话 五公分 很粗的一个管柱 然后长度比较长 比较长 那里面填充的颗粒呢 也比较大 那这个颗粒 各位看一下呢 就像GC的颗粒了 150到200麦克兰米的 直径的颗粒 比较大一点 所以它因为比较粗 所以它这个填充的 填充的颗粒呢 比较多 那个量也多 那说它又靠 你的动向呢 Movease流动 完全是靠重力 Gravity Flow 就是你的重力 没有其他的压力 完全靠重力 所以你的颗粒不能太细 如果颗粒越细的话 你的阻力越大 那你流出来的速度就越慢 那如果说是靠重力流 你的颗粒就比较大 那这是传统做法 那现在在一般的 我不晓得 你们在座很多东西 做有机无机的合成专题 那你们的实验室 有没有这样的东西 有做有机无机专题的 你们的实验室 有没有这样一个管束 有没有有填充的颗粒 然后你合出来的东西 进入它的分离 或者是用它来 纯化你的这个烧本 有没有这样的东西 有啊 有人点头啊 有的挤手好了 不好意思啊 挤手一下吧 就一位 其他的 你是在哪个老实验室 张老实验室 东老实验室没有同学吗 没有 其他无机的 有机合成的实验室 没有啊 没有管束啊 没有是 OK 那在有机无机合成的实验室呢 有时在墙壁上面 后面 你会看到很多的管束 那它应该属于这一类 属于这一类 那所谓的HPLC呢 刚出来的时候 为了要跟这个传统的LC 要做区别 所以我这个是比较好的 高级的啊 传统那个是比较传统吧 那所以它前面加了一个 High Performance来区别 HPLC不是LC 那HPLC 它高级在哪里啊 就Sophisticated 那这个指的就是 呃 功能 装这个 附件比较齐全 它的相反是 就是阳春 我们中文讲阳春这种西方 是它是比较 比较 比较高级嘛 我不知道怎么翻译啊 这个地方我也不知道怎么翻译啊 是Physical 就这个意思啊 就是它的装备比较极权 功能比较强啊 相对来讲是阳春啊 那所以 它的这个管束呢 通常是 不锈钢管啊 你们做过实验嘛 应该都看过 那过去呢 最传统的 都是标准化 这么大 25公分 内径呢 4个mm 4.6 x 25 4.6mm 内径 然后 250mm 就25公分长 这个是高准的 过去都是标准的 那现在有 颗粒可以做得更小啊 所以我们可以做得比较短 15公分 10公分 5公分都有 不锈钢的 那里面的颗粒呢 有个比较小啊 这个 10个micron meter 5个micron meter 到现在 3个micron meter 2个micron meter 都有了啊 那么 因为你的 particle size 非常小啊 即使那么短 那你的农业要通过 很困难的啊 阻力非常大 但是你一定要让它通过 那就要强迫它啊 所以需要有一个 high pressure的 pump 去推动啊 那所以你可以看到 这两边呢 差很多啊 差很多啊 效果当然也差很多啊 这个好很多了啊 那所以 但是因为在现在来讲 HPLC呢 发展了已经有 三十多年了啊 那现在一般讲到 这个HPLC 讲到LC的话 是仪器 通常都是HPLC的啊 除非你这位讲 我们用的是这个管柱的啊 那种玻璃管的 对啊 除非你这位讲 之外呢 一般讲的都是 LC指的就是HPLC了啊 那同样是HPLC啊 那我们有管柱的话呢 有所谓的分析管柱啊 analytical column 分析管柱 就是像这样 你打的样子也很少量 这样一个小的管柱 这样一个小的管柱 分析管柱 这样 Annevative column 那也有这个 当然我们没有 看不到吧 在你们污化实验室呢 在墙壁上啊 在靠近那个 白天平的那个 桌子旁边啊 也就是 放放那个本机啊 它那个旁边 有一套LC 它的管柱比较粗啊 它就是一个 Propelative 自费型的啊 方式买来是给有机无机 它们用的啊 那但是它们就没有用 就摆在那边了 摆在你木方形成啊 Propelative 它比较粗比较大啊 那至于说 它的种类的话 那HPLC的种类 就比机器多很多了啊 那机器的话呢 一般讲到机器 指的都是 Gas Liquid Chromatology 就是你的 镜像是Liquid 你的镜像是Liquid 不管它是 吸附除附在表面 或者是Bonded在表面 都属于这一类 那一般讲到机器 就是这一类 Gas Liquid Stational Base 那我们没有特别去讲的是 Gas Solid 这种比较少用啊 所以一般用到的都是这一类 Gas Liquid Chromatology 所以它单准 但是这个LC的话呢 它至少有四类啊 我们会讲这四类 Affinity应用在生物上面 生化上面 那我们大家不讲 我们会讲这四类 所以它有四种 不同的一个反应机制 作用力的机制 所以发展出来 四类啊 这个不同的 LC的方法 它用的镜像 性质也不一样啊 作用力也不一样 所以有这四类啊 所以LC里面 我们要讲的比较多了啊 所以它的这一章呢 比较厚啊 因为它有四种不同的分离的方法 机制啊 下面这个同学看一下 这个缓注都在用啊 我们用的是小的 比较短 到这个标准的 那么还有更小的 那我们没有用的是比较大的 像这种呢 就已经属于这个 自备级的 Protality of Calum 这个小的都是分析 Calum analyze Calum 那么在化工厂里面的话呢 或制药厂里面 你有可能看到这么大的 好 这个很大了啊 300L 一个人 可以装进去了啊 所以这个是工业级的啊 这个Protality of Calum 那 这个Calum做什么用 当然是分离用 就像你们在药厂里面 出来 你们在这个合成时间是 也是一样吧 合成是少量啊 少量之后呢 你还需要成化 对不对 可能还有这个Side Direction 其他不要的东西 你的产物之外 还有其他不要的东西 那怎么去把它存化 你要东西这个可以得到 不要东西可以去掉 我不晓得 你们有机简直怎么做 你们大幅是用这个管柱分离吗 你们是用管柱分离吗 有吧 也是管柱分离 那你的管柱多大 已经很粗了 2.5公分 大概用了 那么这个也是一样啊 这是它是大量生产 所以一锅啊 这个一顿的反应物 或者是这个几百公斤反应物 得到的产物呢 要经过分离 然后你要的部分 把它取出来 不要的部分就不要了 所以你的这个量呢 比较多的话 可以用这么大的 这样一个分离管柱 那下面给你看 几个大的 鞋子啊 做广告啊 做一个这么大的鞋子 第二个人在这边啊 车子啊 你大家没有几乎看到 那么大的车子 这个狗啊 你有没有看过这种狗 两米高的狗 不有那么高的狗吗 两米一八 这个是大狗 这个是小狗 鸡蛙蛙 很小吧 这个马 这个最大的马 最小的马 人家小孩子在这边 是有大有小的 是复子 十公斤啊 这很大了 没看过 所以说这个 自然界也有 有很大也很小的 那我们在西线市 也有小的大 好吧 好吧 那分析 在应用里面呢 我们学过了 GC嘛 那我们这一张 要教这个HPLC GC也好 HPLC也好 都是沉稀 prime copy 这个方法 沉稀法 那 为什么有这两种 不同的方法 那当然是因为你的 分析的对象 就是你的sample本身的特性不一样 所以 有的适合用GC 那你就要用GC来做分离 有的只能用HPLC 那GC它不能做吧 所以是什么样的特性来区别 什么东西可以是用GC做分离 有的一定要用HPLC 那用它的那个GC的话呢 要气化 所以你先打进去 所以你的sample是liquid 但进了column 进了这个injection的地方 叫瞬间气化 所以GC适合做分离的样品呢 它必须是要有 适当的挥发性 就是200度 250度它要能够气化 如果它要400度才会气化的话 它可能就不能够用GC了 所以GC的话呢 你试用对象是Volatile Spaces 另外就是热稳定性的 你的化物本身高温指向会气化之外呢 它不能够分解掉 不能说气化同时呢 改变掉了 变成别的东西了 那这类东西呢 也不适合用GC来做分离 那HPLC呢 正好给它复 不适合说用GC来分离的 它就可以用HPLC来分离 Nomological 或者Shermal Fleger Fleger of Species 就是热很脆的 碰到热之后就分解掉了 这类化物呢 就是它必须要用HPLC来做分离 所以很好 这个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就是说 药厂 你看到蛮多卖药的广告 什么五天字药啊 它的广告抽完 那上面的仪器呢 就是HPLC的仪式 那如果说是 热油厂 中油的话 你进它的实验室看 几十台GC版在那边 GC、GC、GC、NAS 指示台 药厂呢 就很多台HPLC在那边 那为什么这样 因为呢 你碰到的药本身 很多都是热会改变的 热不稳定 或者是肺炎造 不能够去化的 那油柄的话 那通行的费点比较低 那所以 这个很有意思的 不同的产业呢 那适用的 用的这个 实验室里面看到的仪器呢 完全不一样 那不一样 所以你们在看广告的时候 有没有觉得很熟悉啊 应该有这个 很亲切的感觉 因为这是我们实验室看过的 有看到AA 那我们在 这张里面要介绍的 有四大类 Ion Change Reverse Phase 最主要的 你们 这学期做的一份实验 有两个实验 一个是可乐的 咖啡因的分析 饮料里面的咖啡因的分析 用的是Reverse Phase 碳18的 那个农药分析呢 也是 有机率农药分析 也是用碳18的 所以这个Reverse Phase 是 如果说主流非主流 假如这样讲的话呢 HPLC里面最重要最主要的一个方法 其实就是Reverse Phase 它的应用面最广 另外一类是Normal Face 第三个Ion Change 上学期做过 灵药实晨晒 那我们没有机会做的是 Circle Custid 还有这个Normal Face 我们没有做好 那这四个方法 你可以看到 它放了不同的区域 就代表说 它适用的 分析物的对象 不一样 那它这个对象不一样 是根据什么性质呢 一个是它的极性 作者图里面画的 是用所谓的 Organic Solve 就是可以融在有机像的 融在水像的 融在水像当然是极性比较高 包括了 极性的 不是离子的 包括离子的 BioCharge 硬阳离子 或者不是离子 但是极性比较高 是可以融在水里面 另外融在Organic Solven Organic Solven又有 极性高一点 极性低的 所以这样就是 很多时候我们讲 就用一个极性 主白关系 这样一个特性 所以极性的高低 大小 是来做区别 什么样的化老物 极性高低 是离子的 非离子的 那你就要学习不同的 一个方法 另外一个呢 就是重就不到 这个 质量大小 像你们在做的这个 Moldi Electro Spray Protein Protein的分子量就很高 是属于这一类的 所以传统的做法 像他们生科的话 可能就用Size Cushion 做了 Size Cushion 那我们一般碰到的分子 质量就没那么大 就算1000以下的话 就算小分子 那我们大概就不会用到Size Cushion 不需要了 就用其他三个方法就可以分离了 所以我们虽然会介绍四种方法 但每一种方法 它适用的这个对象 或者范围 是不一样的 所以Size Cushion 的话 Size Cushion 的话 基本上分离这个大的分子 分子比较高的 那小分子的话呢 我们靠这三种方法 就可以来做分离了 那每一个方法的原理 我们在后面再介绍 给我先知道一下 摘下来的话 这张图又看一遍 那这张图呢 重度标志是Play High 横度标志是Linear Velocity 那我们前面已经看过了 这个Linear Velocity越大的话 你Play High就越高 分离效率就越不好 Pick越宽了 这个趋势GCLC都一样 都一样 另外呢 就是你的Particle Size Particle Size 从大到小 那么越小的话 那么你的速度快跟慢 造成你的这个 Play High变大的 这个程度呢 不会太严重 不像这个大颗粒的 你速度快 你的Play High增加得非常大 看颗粒越小的话 那这个对H的影响呢 没有那么明显 那我们现在用的是 3到10个Mgmg 3 50了 目前最常用过 是大概在哪个范围 在这个范围 在这个范围 所以它对你的Play High 这个 就是你的Play High Play High都很小 就是它的效率都非常好 分离效率都非常好 就再一次的 去讲到 这个关系 下面这个没有讲了 所以这个地方呢 同学看一下 我们这个地方讲的是 课本的标题呢 是ExtraColon Band Broadening ExtraColon Band Broadening 那我们在前面讲过了 所谓的 这个Vandering Big Equation H等于A加B OVEREU加上CEU 这个公式我们讲过了 这个公式讲的是 哪些因素会造成 你的分析物 打进Colon之后 会造成它变宽 Pig变宽 哪些因素会影响 A啊B啊CE 但这些因素呢 都是指你的分析物 已经在管束里面了 它通过管束的时候 这些因素会影响 造成Pig变宽 所以呢 你可以说它是InColon 就是Colon里面 它对你的Band Broadening 哪些因素会影响 那我们这一小节 里面讲的这个标题 叫做ExtraColon 就指的 我们现在不讲 这个Colon里面了 里面我们讲过了 现在讲的是Colon之外 就你的Sample什么都打进来 从这个地方打进来 Sample Injector打进来 对不对 打进去 从这个地方开始算 它就开始呢 会有些因素会影响到Pig变宽 打进来应该是一段 一个Plug 应该很非常整齐的一段 但是呢 因为你有Mobile Face 所以你有The Alien 流血液呢 经过Pump 把它吹出来 所以你Sample打进来之后呢 被你的Mobile Face 这个Alien呢 就带进 这个管束里面 分离管束里面 进去分离 那这一段呢 打进去 到还没有进管束 这中间 你有连接管 这一段 它会不会造成Pig变宽 光是这一段呢 已经呢 经过管束里面 我们主管了 管束里面是归这个公式管 那么经过这个管束 分离出来之后 它要进Detector 你要得到这个信号图 它必须还要从 这个管束出来之后 一个管束 它还有一个连接管 然后经过 然后进Detector 那这个Detector 我是用我们实验书的 这个装置 这个是研究生的一个 录文里面的一张图 我觉得它画得不错 我就拿来用 那这边你想象 就是一个Detector UV的话 就是一个UV Detector 那这边是电话学的 你靠管是电话学的 就画一个圆圈 代表UV Detector 可以了 那这一段连接管 还有你的这个Detector 本身 就是你在侦测到之前 这些这个管路呢 它会不会造成Pig变宽 会不会 那你们这些学习的实验 做完了 对不对 所以现在可以这个 问你们吧 你们不是做了一个实验叫做 这个FIA吗 Low Injection Analysis 它里面有没有管束啊 有啊 里面没有管束啊 没有分离管束 它只有Tubing 空的啊 只有空的Tubing 对不对 那但是得到的Pig是怎么样 它是一个有宽度的Pig 为什么会 理论上有一个Samble Zone Solution降流 这个是Tubing 一个Tubing的地理 Solution降流 你理论上一个Samble Zone 就Plug 一个区块 很平整的 那它被你的Carrie 假如没有管束的话 我们就把Carrie收回去 然后带过去 那带的时候呢 那它 就变成什么样的形状 变成这样的形状 特别乱画的 这样的形状 原因就是说 你的手带过去的时候 那你的中间束比较快 那管子是圆的吗 它贴在 紧贴在这个管壁 旁边的这个容颜 它有摩擦力 阻力比较大 流速比较慢 所以别人说 中间快 旁边慢 所以本来应该是 一个很整齐的一个区块 这样移动 假如说 是没有这样一个 中间快 旁边慢的这个问题的话 那这个整块 就是漂亮这样移动 那不是 是那比较快 还比较慢 所以 变成说 你的这个 你可以看起来 变得那么快 变得那么快 变得宽 就直接 因为是 它在管壁里面流动 中间和旁边的这个数目不一样 结果这样一个流动的结果 就是这样的 屁边宽了 所以这边所谓的 Extra column 就是要考虑这些连接管 包括你的打sample进来的那个装置 还有你的detected这一办法 整个手足性流过去的那些区间 造成一个pick变宽的效果 那么今天有个观音室呢 可以来帮忙我们来看 所以这个是h呢 也是一样 这个比较高 那较高越大越不好 所以跟这个较高有关系的呢 这个πr平方 这个πr平方指的就是 你这个cubing 它的抖面的面积 一个圆的面积 πr平方 所以r呢 是代表你的这个cubing 它的半径 所以你的半径越小 越好 就从那个πr平方 那个r呢 是你的cubing的这个半径 所以半径越小 就是你cubing越短 对不起 cubing呢 是这个直径越小 内径越小的话 越好 另外呢 分母里面是 mobile phase 它的diffusion coefficient 所以mobile phase里面 在这个分析物呢 在mobile phase里面 它的diffusion coefficient 在mobile phase里面 这个分析物本身 它的diffusion coefficient 所以在 rnc的话 当然在硬体里面 那它的diffusion coefficient 大小 那么所以说 我们这边 在lc里面的话呢 当然 这个diffusion coefficient 是固定的吧 lc里面 固定 那所以你可以控制的 基本上是这个r子 就你这个连接管呢 要用细的 越细越好 只是一个 第二个呢 那为什么在lc里面 才来讨论 它有一个所谓extra column 这个fan broaden 这样的问题 在机器里面 没有人去讨论 总刚讲机器的时候 没有提到 这样一个问题 原因就是说 在气态的 机器里面是气态 在气态里面 这个 你的分子 它在气态的时候 它的diffusion coefficient 就非常的大 我们在前面好像看过了 在气体的时候 气体的时候呢 那么它的diffusion coefficient 跟在 液体里面 这也在液体里面 那么它的diffusion coefficient 可以超了一千倍以上 所以气态的diffusion 非常快 气态里面 那么因为非常快 所以气体里面呢 它在流动的时候 在管壁这边 这个diffusion快 所以它这个 旁边的速度 跟这中间的速度 的差别 没有那么大 这液体的话 它在接触在 管壁旁边的分子呢 它的液体里面 就比较慢 所以它跟 管壁的这个 这个摩擦比较大 所以它比较慢 气体的话 这个旁边呢 不会那么慢 这中间跟旁边的速度 没有差别那么大 所以这个问题 不能严重 但在液体里面呢 这个就变成 很严重的问题 所以在这个 LG里面 这个连接管呢 都要非常非常小心 要接得很好 而且要用细的 内定的连接管 原因就是 有这样一个因素 你要考虑 这是 这一项 那再下来的话 就讲仪器了 那这个仪器 画的是 一个厂家 它的 宠卖的LC呢 它的一个构造图 那如果说 你考试的时候 要画 LC的结构图 你不要画这个 这个太累了 你就画这个好不好 代表说 有一个 Alien 流行业 然后一个Punk 然后Scanble Injector 一个分析Colon 然后呢 一个Detector Wish 这样就可以了 主要的一个 一个元件都有 就可以了 那你考试的时候 你过去的同学 就把那个画出来 那我必须很配 他画的很漂亮 但画很多时间 不需要 不需要 那因为 你们做过两个实验 都用过这个HLC 所以你对这个结构 基本上的这个架构 应该都很了解 首先我们来从这个 Mobile Face 这边呢 它也放视频 那这是我们 仪器本身 它有这样一个空间 就是说 它可以放视频 但像我们做实验 只有两个组成 一个水 一个一个Metalum 最常用的 所以我们先考虑 比如说水 有Metalum 这两片 另外两片 我们不用 那在这个里面呢 每个瓶子里面 你可以看到 有两条Tubing 那有一条Tubing 是连接到这个 HIGH系 Healing 这个Gas 那黑力很贵 氦气很贵 那它在这边做什么用 用那么贵的氦气做什么用呢 通进来 然后同时通进这 这边四平的话 通进四平 如果两平就交通两平 这汉气做什么用呢 这汉气做什么用呢 Degas 还是有溶解的气体 那是氮气而已 那在这边呢 我们是要把 所有的气体擀掉 氧气擀掉 氮气要擀掉 空气里面有氮气 氧气 所以呢 你要通一个 氦气 那么它在水里面 在溶液里面的 溶解度 很小 几乎没有 很小 所以要 用它来Degas 把溶液里面的 溶解的气体擀掉 那你们现在 在做实验第八的 那台最新的仪器呢 它 不用这个氦气去擀气质 现在有个装子叫做 什么装子 你们都做过吗 学长不能问 学长没有做过这个实验 A 谁一起 做过那个 咖啡那个实验嘛 对不对 它用什么放出来去 感情 Degas 忘了 又不是要 回来 都忘了吗 大声一点 Vacuum 没有错 用真空的方式 用抽真空的方式 这等于说你的这两个水跟Mesnel 它在进到 进到这个系统之前呢 先经过一个 一个装置 那个装置本身 是抽真空 抽真空 然后这里面的它经过的这个tubing 那个tubing的材质 它可以透气 所以你的气体可以穿出来 被抽掉 所以目前LC的装备的话呢 就不需要 去用这个healing 太贵了 就用这个 去气体 Begas 抽真空的方式呢 来 去气泡 对不起 去溶解的气体 那为什么要去这个气体呢 因为假如说像水跟Mesnel 那空气在水跟在Mesnel 这两个不同的溶液里面的溶解度 是不一样的 饱和的溶解度 我们不要讲饱 平常平衡的溶解度 是不一样的 所以平常你看起来 没有气泡在里面 那你把这两个混在一起 稍微的 咬一下 因为它的这个溶解度呢 改变了 所以会有多余的气体呢 它不能溶在里面 它就变成气泡跑出来 是变成气泡产生 那我们 这个系统里面呢 不能够有气泡 LC啊 比机械麻烦 一个 它颗粒进去 张力进去颗粒啊 所以要过滤 过滤的话呢 包括了 你的sample要过滤 你看前面有一个filter 那你的溶液本身 要过滤 助教帮你过滤完了 你看不到 那另外一个 怕气体 所以我们不要怕气泡 所以这个地方 我们要去气体呢 就是要 确保 这两个溶液混在一起的时候呢 不会有气泡产生 好 那这个Massum跟水 我们看这两瓶就好了 Massum跟水 那 那 这张柱里面本身是有这个 Healing gas进来 所以把 这里面的溶液气体呢 把它擀掉 然后另外一个这个 这个Cubing呢 它前面接的这个东西呢 就是一个过滤的filter 是一个filter 你们做实验的时候 我给你们注意看 我们也有filter 然后这个Massum跟水 过来 就倒这个桩子 那你们做实验的时候 也有这个桩子 这个桩子叫做 Solvent Proportionate Malt 是一个控制法 那这个Solvent Proportionate Malt 我们翻译成 这个Solvent的分配法 按照某一个比例的分配 比如说是40%的 你们做实验是什么 50% 50%是不是 50% 50%的水 50%的Massum 想这样子的话呢 那我这个Controller这边设定 控制说 我的这两 这两个Tubing 这两个管道出来的溶液 进来 然后只有一条管道出来 所以这边有四个 四个进 一个出 中间是出来 四个进去 你今天只用两个管道的话 你再控制控制 这两个管道 那50-50的话 就是每一个溶液 连通到这个出口的 就这个管道 连到这个出口的时间是 50% 就一秒钟里面 0.5秒呢 是这个 水 出来 然后下一个0.5秒呢 它就切到 连通到这个Massum 0.5秒 然后再回到 切到这个 连到水 水 抽0.5秒 然后Massum 抽0.5秒 然后再换到水 Massum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 出来的时候 变成一段一段 水Mass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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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说 每一段多长 就看你 你希望怎么样的比例 控制它的时候 你连接的时候 时间的 那个比例 所以这个目前 我们的预期 就有这样一个装置 所以你可以 来调配 这个比例是多少 然后这样一个比例的 这个水Massum 可以推过来 抽进来 进到这个Pump 进到这个Pump 那Pump里面呢 在 往前推 所以这个是一个Pump 那Pump里面往前推 我们没有时间讲Pump 我们就直接 整个看一下好了 Pump 然后抽进来之后呢 往前推 就有一个PauseStamper 那么这个PauseStamper 做什么用 我们以后再讲 然后再到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呢 我们叫DrainVal 那我们所有的LC 目前都有这样的装置 这装置做什么用 就是让你有一个机会呢 你的手部选从Pump 推出来 就要进管住了 在进管住之前呢 有一个 有一个另外一个插路给你 你这个时候 如果去Pump 你要抽一抽的话 一个从这边抽出来 有任何东西 你不希望进管住的话 你从这个地方 让它经过这边呢 先把它排掉 抽掉 所以这边是有一个岔路 那您再上学做 哀喜